看好细胞外媒体巨大的医学潜力 长期致力于各式美洲媒体保养研发的 配美神医科技宣布 坐落于国立中心大学育成中心 赤字数千万元打造的细胞工程技术实验室 基岩所正式启用 在外媒体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一个 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原料 那我们现在因为配美神医以前是一个代工厂 但我们现在进化到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 GTP实验室我们可以自己做细胞 可以自己做可以食用的外媒体 跟可以用在皮肤上面 还有可以打在人体里面的外媒体 它的运用面非常广泛 启用仪式这天同步举行次世代保养创新科技 急速高压引导融合技术发表会 现场并提供不少样品供来宾体验 业者强调透过跟中心大学的合作 让外媒体在生意的应用上有一定程度的进步 如果用在保养品里面的话 因为保养品外媒体它在吸收上面比较慢 所以我们用了一些包覆的技术 来去把外媒体好好的包好 它不会在皮肤表面就已经受到破坏 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发表的最大的重点 那也希望说在工厂上面 我们可以在原料端 还有在制程上面 有多一些的一些合作机会跟所有业界这样子 我们主要是用一个急速高压引导的这个融合技术 然后这个的技术其实是去稳固外媒体的这个细胞膜 然后另外就是搭入一些分子 能够让它的稳定性能够是更好 然后能够延伸出原本的外媒体没有的功能 学者表示急速高压引导融合技术 是透过编织、铅、铅、加载、稳固四个步骤 将细胞外媒体转化为更稳定 而且更容易被实际运用的成分爱锁链 将能提高产品的多样性跟市场价值 记者陈文学台中报导